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很榮幸能够参加Apache的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Apache Shading Sphere Scaling解析 先做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钟鸿胜 是Apache Shading Sphere Committer 现就职于SphereX 负责Skilling开发及部分产品功能规划 今天的主题主要包括如下四大部分 第一块是背景简介 第二块是Shading Sphere简介 第三块是数据迁移介绍 第四块是Skilling产品线简介 下面正式进入主题 当业务持续发展 数据量和并发量达到一定程度 传统数据库可能面临性能、可扩展性、可用性等问题 业界层提出NoSQL解决方案 通过数据分片和水平扩容解决以上问题 但是NoSQL数据库通常不支持事物和SQL Shading Sphere也支持数据分片和水平扩容 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同时还支持分布式事物和SQL Skilling是Shading Sphere核心功能 提供的数据迁移方案 可以助力传统数据库平滑切换到Shading Sphere 同时还提供数据库节点的弹性扩缩容能力 Shading Sphere的产品定位是Database Plus 致力于构建数据库上层标准和生态 目前社区已经构建出了丰富的功能层 包括分库分表及数据分片 读解分离、长性伸缩、分布式事物、数据加密、地色SQL、影子库、可观测性等功能 用户可以基于这些功能 组合出适合自身需求的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分布式数据库解决方案 数据压策解决方案等等 下面介绍下数据迁移 先看一下相关概念 第一个圆端是指原始数据所在的存储集群 目标端是指原始数据将要迁移的目标存储集群 存量数据是指在数据迁移开始前 数据节点中已有的数据 增量数据是指在数据迁移执行过程中 业务系统产生的新数据 在这张图当中 左边的数据库集群1就是圆端 包括现有的数据 存量数据 同时由于业务系统还在持续对外提供服务 还会有增商改查进入圆端 所以会产生增量数据 数据迁移会把圆端的数据 读取出来 然后写入右边的目标端 同时完成数据分片 数据托迷 数据加密 前提是用户开启了这些功能 同时这些功能是可以组合使用 或者独立使用 下面看一下数据的各个迁移阶段 主要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是准备阶段 第二个全量数据迁移阶段 第三个增量数据同步阶段 第四个数据一致性交验阶段 最后一个切换数据库流量 先看一下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做的事情会比较多 第一个是检查数据库配置 比如binlog是否打开 数据库复制权限是否开启等 第二个是进行表结构迁移 包括键schema、键表、键索引 第三个是检查目标端表无数据 第四个是新建增量同步任务 第五分解并新建全量迁移任务 包括表维度的拆分 数据量维度的拆分 比如说定当表有1亿的数据 默认按照1000万一段拆分 可以拆分为10段 这10段有10个全量迁移任务 可以并发执行 拆分完以上任务之后 提交到现成时等待执行 首先会执行的是全量迁移任务 进入全量迁移阶段 全量迁移阶段可以理解为一个 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包括三大角色 数据通道 负负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可以基于内存实线 也可以基于MQ实线 生产者的职责是从原端读取数据 并放入数据通道 消费者的职责是从数据通道 拉取数据 并写入目标端 完成数据分片和数据加密 之后会进入增量数据同步阶段 这里主要也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和全量迁移的主要区别在生产者 生产者的职责是通过数据库复制协议 获取增量数据变更 然后放入数据通道 不同数据库获取增量数据变更的方式 有些区别 MySQL是订阅并解析 Binlog Stream Pose the Glass 是创建逻辑复制潮 并解析 Replication Stream 这是基于WiO实现的 下面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采用全量加增量这个方法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实现方式 另外就是全量加增量有没有什么优势 在介绍Binlog和WiO之前 我们看一下余额流水 这里边有两张表 第一张是余额流水 余额表 第二个是余额流水表 每一次的充值和消费 都会在余额流水表增加一条记录 通常会通过事物来实现 首先是开启事物 密准插入余额流水表记录 然后插入余额表记录 再提交事物 余额流水表里的记录 只增长 不更新 同时 对于某一个账户来讲 把这个账户 在余额流水表里的记录 全部找出来 在累加所有的金额变更 就可以得到当前余额表里的余额 就比如说账户一 一开始充值了200 其后消费了100 再消费了30 消费15 消费20 最后的余额是35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历史时间的余额 比如说账户一在前两天的余额 控制200 消费100 所以在第二天结束的时候 它的余额是100 然后剩下几天 有三笔消费 所以是负的65 然后前两天和后两天咱们加起来 它的余额是35 和所有时间是可以对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blog blog和余额流水其实很相似 增三改的操作全部会进入到blog 同时log也是只增长不更新 第二点是 逻辑log是有有趣的编号 我们可以称为位点 第三个是 历史悠久的逻辑log可能被伤处 因为不断增长的话 会不断地占用直盘空间 可能会占满 然后看一下 并log用来恢复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 replay逻辑log来恢复数据快照 可以任选一个位点 比如说在位点2 我们从起始位点到位点2 组成这样一个范围 把该范围内的逻辑log全部replay 可以产生数据快照1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选取结束位点 把起始位点到结束位点的所有逻辑logreplay 产生数据快照2 然后看一下第二种数据恢复方式 数据快照加deplay逻辑logreplay 由于从起始位点到位点2 应用这些逻辑logreform 产生的数据快照 它们在数据上是等价的 我们也我们在拥有数据快照1的前提下 可以在此基础上再replaylogreplay 就是从位点2到结束位点这一小段 从而也产生数据快照2 和方式1是一样的结果 这里边我们可以把数据快照1 称为全量数据 replaylogreplaylogreform 当作全量数据 我们对比下这两种方式 方式1只通过履配逻辑log来恢复数据 相当于是没有全量 只有增量 它的前提是binlog或者wll需要保持完整 它的不足是性能不够好 对于每一条记录来说 需要读取所有相关logrelogreform 并写录 而相对于方式2 数据快照加replaylogreform 来说 每一条记录只需要一次读取和写录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全量迁移和增量同步的衔接 增量同步任务是在全量迁移任务完成之后开始 剪接的目标是保证不漏 尽量减少重复数据 这里的关键点是增量数据起始位点的选择 这里看三个位点 位点3是从全量迁移完成之后获取 位点2是从全量迁移开始前获取 保持一个较短时间间隔 位点1是从全量迁移开始前获取 保持较长时间间隔 然后看这张图 这时候正在进行全量迁移任务 同时会有增量数据产生 在T2时间点 当时间点达到T3 全量迁移任务此时已完成 增量任务 增量同步任务即将开始 然后我们对照一下这三种位点选择方式 分别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先看最右边的位点3 可以看到此时已经达到binlog的末尾 这时候不会有增量数据被应用到目标端 所以会导致增量数据的一些丢失 再看中间的位点2 位点2是刚好覆盖了全量迁移过程当中产生的增量数据 由于这里边时间间隔较短 所以重复的数据很少 同时我们可以保证不漏数据 再看最左边的位点1 位点1也是在全量迁移任务之前获取位点 但是它的时间间隔较长 所以会导致重复应用的逻辑日誌比较多 这样会影响一定的性能 所以这里边位点2是最佳的位点 接下来看一下具体我们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看一下增量数据变更需求 第一点是我们需要的是逻辑复制 因为我们需要支持跨数据库版本迁移 跨系统环境迁移 跨数据库类型迁移 第二点是数据变更记录到行级别 比如一条update语句更新了五条记录 就产生五条记录变更 而不是记录一条update语句 MySQL需要把binlog format设置为low模式 第三点是需要记录所有字段 第四点是最好可以记录ddl变更 这一条的话MySQL binlog是支持的 host class逻辑复制目前还不支持 再看一下MySQL增量数据复制的步骤 首先是在准备阶段通过 show master status 获取组节点的binlog文件名和当前最新位点 然后在增量同步阶段 先连接并登录到MySQL组节点 再发送register slave事件 注册为重节点 这里是模拟的重节点 参数需要提供重节点的server id host name port 这里的server id使用的是一个随机数 尽量保证唯一性 接着发送binlog dump事件 开始接收binlog死菌 参数需要提供重节点的server id 主节点的binlog文件名 binlog位点 就是在准备阶段获取到的那些数据 最后循环解析事件流 放入内存对列 这个实现是在网络层 生产者会从这里拉取数据 破滤掉不需要的表的事件 然后处理增商改事件 下面看一下post class的增量数据扑制步骤 首先也是在准备阶段创建逻辑复制潮 并获取位点 通过post class提供的系统sicle函数 创建逻辑复制潮 参数提供复制潮名称和解码输出插件名称 然后通过post class提供的系统sicle函数 获取位点 不同版本的函数又有区别 接下来在增量同步阶段 通过逻辑复制流获取数据变更 post classJDPC提供了复制接口 可以直接获取国际复制流 参数需要提供复制潮的名称和位点 最后生产者循环解析复制流 过滤不需要的表的事件 然后处理增商改事件 然后看一下post class逻辑复制潮 逻辑复制潮需要手动创建 手动销毁 用完之后需要及时销毁 复制潮释放资源 第二个是逻辑复制潮名称有长度限制 不同版本的处理策略会有些区别 第三点是一个逻辑复制潮 同时只能有一个订阅者 第四点是相对于MySQL来说多了一个抽象层 逻辑解码输出插件 支持输出纯文本 Json Protobucker等格式 目前采用的是自带的Test Decoding插件 输出的是纯文本格式 后面我们会支持更多的插件 接下来看一下断点续传 也就是说全量迁移中断之后如何恢复 增量同步中断之后如何恢复 实现断点续传的前提是有序数据和定位 对于全量迁移来说数据是深序培序 可以通过组件为一键定位 对于增量同步来说 LogicLog本身是有序 可以通过位点定位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定位点持久化 当迁移作业重启之后 从这些定位点继续迁移 即可实现断点续传 这里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实施持久化定位点会影响性能 需要平衡持久化的频率 我们会采用批量合并 逆步提交等方式 把延迟控制在一秒左右 由于定位点可能存在一秒左右误差 所以可能出现部分已经写入目标端的数据 再次写入 导致组件唯一键冲突 这里边的解决办法 类似于E等消费MQ重复消息 使用数据库提供的UPSERT密等插入 UPSERT可以保证 当数据不存在的时候插入这条记录 当记录存在的时候更新这条记录 MySQL和PostPlaceSQL分别提供了相应的SQL支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数据一致性交验 一致性交验的前提条件是 当增量数据同步 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同步新数据 在数据一致性交验之前 可以选择停写圆端库或者不停写 如果停写圆端库 那所有交验算法都可以全面交验所有数据的一致性 如果选择不停写 那么需要允许部分增量数据和交验 目前支持增量数据变更的一致性交验还在规划中 一致性交验支持数据分段交验 当发现部分不一致的时候 可以及时中断 同时一致性交验支持所有数据交验和抽样交验 抽样交验还在规划当中 接下来看一下数据一致性交验的算法类型 目前已经实现的有两大算法 第一个是DataMatch 基于原始数据做匹配 支持所有数据库 它的特点是传输 数据传输量大 数据匹配量大 第二个算法是CRC32Match 基于CRC32易货结果做匹配 支持部分数据库 数据传输量小 亿配量小 所以性能更好 接下来看一下数据一致性的一个流程 这个是评解情况之下 上边是原端的余额表 下面是目标端的余额表 数据一致性交验任务会从原端和目标端的表分别分段读取数据 在读取的时候会对数据做排序 并且限制一段的大小 读完之后会做计算 然后分别返回 比资性交验任务会比较两段结果是否一次 如果不一致就中断 交验失败 如果交验一致将继续交验下一段数据 直到交验完所有的数据 然后就是交验成功 下面看一下不停写的情况 不停写情况的差异是 这时候业务系统还有增三改 增三改操作进入原端库 如果增三改的记录 是当前一致性交验还没有检查过的记录 那么由于增样同步的存在 这些改动会快速同步到目标端 等到一致性交验任务读取到这些记录的时候 两边的记录可能就已经一致了 但是呢 如果这时候增三改的记录 是已经在前面交验过的记录 这部分增量变动的数据 不会再次做一致性交验 最后就到了切换数据库流量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原端做短暂停写 因为第一点 增量同步会有短暂延迟 直接切换可能出现短暂的数据不一致 第二个是 需要确保数据一致性交验通过 特别是之前没有停写的情况下 下面是完整的流程概朗图 情况一是一致性交验前已经停写 下面一种情况是一致性交验前不停写情况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看一下Skyling产品线 这边包含规划产品 包括数据迁移 破缩龙 加密 加密习数 Insert into Select 数据同步 Online DDL 这边有这么多个产品 但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不需要完全从头开发 因为Skyling在底层有 很多可复用的基础组件 然后我们的Skyling产品线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布 预计下个版本开始会正式发布部分产品 这时欢迎大家试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